不错 应该是没事的 还是干的 大家好 我是顾的行事挺 今天到我弟弟的频道来客串一下 因为今天分享这个产品是我一直在用的 先说结论 我认为所有的内容创作者都应该人手一个 我们出来外面拍摄肯定要在卡盒 取存额外的内存卡 同时我们也需要一个读卡器 它把这两个功能跟你合二为一了 这样的产品不能说凤芒菱角吧 只能说我之前是没见过的 一般传统的相机 比如索尼 佳能 包括我这台ZV10 用的都是这种大的SD卡 然后像无人机和运动相机 一般用的都是这种小的TF卡 这个卡盒跟你配备了四个SD卡位 四个TF卡位 两个手机用的Nano SIM卡位 还有一个卡针 这个东西可能一年用不着一回 但是用的时候如果没有我就真的很抓狂 这个读卡现在现在是Type-C接口的 不用的时候就可以把它藏起来 很简洁 就不像这种读卡器 谢懒在外面一直拦拦着 这两个卡位是读卡位 一个是SD卡位 一个是TF卡位 需要读哪张卡 就把哪张卡换到卡槽里面来读取 注意 这个读卡器的功能可不是送的 它的读取速度可以干到312兆每秒 什么概念呢 像这种最常见的V30卡 读取速度也就是100多兆每秒 像最高端的V90的卡 读取速度也就是300兆每秒 所以说限制你读取速度的 只可能是卡 不可能是这个读卡器 SD卡拿出来的时候 轻轻一搓就可以了 TF卡比较小 它内侧给你留了一些空隙 手术甲伸进去一抠就出来了 包括Nano SIM卡也是这样的设计 它整个设计就是很简洁 像一个子弹匣子似的 它有这种很深很粗的橡胶花纹 拿在手里有一定爽感 然后把它推出来这一下 这个声音和这个阻尼 还真的是挺上瘾的 5级的防尘 4级的防水 4级的防水就是防波件 通俗点就是下雨一直淋着是没事的 像我视频开头那种泡的水里 肯定是不推荐的 不过我个人实测 一不小心掉水里面了 马上捞出来是没事的 这个就是PGYTAC的闪传卡壳了 有黑色和绿色两个颜色可以选 价格是200出头 这个价格还是比较合理的 像我之前买的这种 读卡器价格也是100多块钱 他们家其他产品我也一直在用呢 比如这个 航浪三角架 一直用到现在 质量还是很好的 设计也不错 所以说这个闪传卡壳 可以避免就无脑入 推荐给大家 等我病好了 我一定要把我的频道拿回来 你这个弟弟